在监测数据上能够看到他 但是他的致病力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虽然他这个传染性很强 但是致病性没那么强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董事局居居民司马南 最近我的老朋友有两个羊的两个二羊 症状不是很厉害 但是说也很难受 还有几个老朋友约着到北京来 这次呢参加某军的画展 都是老朋友吗 不来了 原因是说怕你们北京疫情 我说那你们那地儿没疫情 他说也有 就二羊的 现在新冠病毒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怎么看这件事 我这个咨询了一下相关的人 简单说 就是目前呀 我们现在新冠疫情还是坚持以泪以管 坚持做好病毒监测 重点人群呢 还是强调加强接种工作 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现在是二羊的人多起来了 前段时间我们都养了你们没养 一羊的比例也有增加 国家卫健委组织相关专家 跟这个老百姓啊 做了一些科普 我看讲的都是很平白的道理 的的确确 这一个事儿 这波子疫情大概就四月下旬 中旬算开始了吧 全国报告的新冠疫情病毒确诊病例上升 可是最近这一周呢 就是五月十几号以后 这势头又有所减缓 前段时间上升的 专家说有可能是五一期间大规模的聚集 憋得难受 五一期间全国所有的旅游景点都爆了 可能跟那个有点关系 但是5月8号到5月14号 哎 这病例又下来了 这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 刚刚大规模聚集完了之后 几天一周之内 怎么可能下来 但现在全国各地就是这种情况 5月8号到5月14号 报告新冠病毒上升的势头 有所减缓 这一次呢 疫情主要的症状是还是发烧 咳嗽 症状 普遍比较轻 病程比较短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说 去年年底啊 有一些人感染了 现在呢 还存在着有效的保护 就是你有免疫力嘛 所以即使再次感染 症状也普遍是轻的 注意啊 这里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说 因为去年年底呢 大规模的感染 所以普遍有抗体 还有呢 即便是抗体被突破了 再次被感染了 但是呢 因为 因为有抗体 还残存一些 所以这次普遍症状比较轻 时间也比较短 有些人说 我上次我咳得厉害 这次我嗓子痒痒 你看 咳得死去活来 和嗓子痒痒 这橙色差哪去了 有些发烧的症状呢 也是跟以前那个高烧比 这次呢 烧的也比较轻一些 总的来说 这次虽然人数有所上升感染病毒的 但是症状比较轻 刘清泉 这个疫情以来是大大有名的北京中院院长 刘清泉教授 他说按中医的说法来说 就是个风热感冒 如果你不用新冠病毒这个概念的话 就是个风热感冒 风热感冒 疏风解表 利咽喉 这类药物一大堆啊 中药 中程药 你就用不就完了吗 疾控中心呢 这个研究员 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监测病毒的 说咱们国家呢 这个叫 XBB系列变异株 二月份的时候占比只有0.2 现在呢 五月上旬大概是占到了83.6% 说明他的传播力 逃逸能力都很强 甚至要强于早期流行的奥米克荣变异株 在监测数据上能够看到他 但是 他的致病力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虽然他这个传染性很强 但是致病性没那么强 另外就是新冠病毒二次感染和新的变异株 就XBB导致的这个感染 临床症状比较轻 但是高龄老人呢 还有一些没有集中疫苗的 以及有严重基础病的人 临床还是高度关注 因为导致重症乃至死亡的高危人群 尽管人数很少 但是现在呢 从国家层面来说 各个医院都是非常重视 有教授说 我们现在实际真正关注的就是原来压根就没感染的人群 原来没感染 你上次躲过去了吧 这次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这次对这些人要特别感染 因为初次感染总的来说呢 症状重一些 所以呢 重症风险也会大一些 特别是 上一次没有感染的 但是现在呢 属于高龄老人 再加上你没打疫苗 有基础性疾病 这是我们就特别重视了 建议呢 至少要做抗原检测 居家也好 社区也好 到医院的时候心中要有数 我旁边的朋友人家比我年轻的 现在还在班上的 他们说最近去开会呀 要求做抗原检测 因为这新冠病毒疫情又有些新信号了 所以呢 各种问题就多了 有人说呦 我嗓子疼 最近怎么眼睛发红还发色 眼睛发红发色 可能是你手机看多了 你知道吗 你没事 没新冠 也嗓子疼 但是没办法 现在因为大家担心自己二次感染呢 所以呢 就把嗓子疼啊 把那个兔子眼啊 眼睛红了 你一天看多少个小时手机 你眼睛不红啊 但是这种事呢 这个专家说还是要具体对待 嗓子疼 就是上次到感染的一个普遍的症状 大家都一样 不光新冠病毒也是症状 流感也有这个症状 其他细菌感染 请注意这个意思啊 其他细菌感染 比方说支援体 医援体 都会嗓子疼 嗓子是什么 嗓子是个门户啊 任何感染 不论细菌病毒都会 涉及到这个呼吸道 都会出现一些症状 所以呢 这个东西 大家呢 不一定嗓子疼 就是新冠呀 因为嗓子疼不是新冠特有的 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 有的敏感 有的感染之后 嗓子疼 但是大家注意细节没有啊 上次感染的时候 大家都说刀片嗓 跟刀片瓦嗓子一样 但这次呢 说刀片嗓子症状的极少 我都没有听到过 长话短说 关于新冠疫情呢 简单说 就是三句话 一 坚持以泪以管 二 做好病毒监测 三 重点人群接种 那现在呢 还有一条呢 在北京 我看到很多人扎堆里面 好多人都不戴口罩 而且也没有强调说一定要戴口罩 我自己的注意 我昨天坐地铁 我戴了个口罩 一会儿现在有个活动 我也准备戴着口罩过去 反正是你多小心没不是呗 感谢各位视频 再见